Hello 大家好 我是隊長VL 身處在草山 今天要和大家拍一條 完成八燈裡面三十燈的攻略 我會在波羅坡那邊出發 然後掃到這個位置 原本打算過對面那一座 但沒有山針草 來到這個位置 時間有點趕點 想休閒一點在這陣風頂 因為很舒服 所以決定放棄了 先走這兩座山 一直走的過程和大家聊聊 說說剛剛我在日本回來的時間 啟動了八燈的日子 達到9月1日 大家很熱切地開始活動的時間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還有這段時間有什麼朋友問一些話 可以公開回答大家 與此同時當然要介紹一下路況 針草帽對很多朋友來說很熟 但對很多身手的朋友來說 可能都需要一些資料做參考 走一段路給大家看看 看看路況如何 與此同時剛剛打完風 看看嵐樹的情況如何 究竟這段針草的路況是怎樣 我們回帶去波羅伯起步 看看路況是怎樣 身處城門水塘的笑孝場 活動啟動了 剛剛的昨天 就是我從日本回來 是星期日來的 9月的第一個星期日 剛剛打完風之後的星期日 粗略估計 昨天第一個星期日的燈數 接近五百個 四百多 比我預期之中厲害 大家實在的火燒得太過猛了 這麼熱的天氣都急不及待上山下 今天都熱的 剛剛的樹遮住了 舒服一點 天氣是三十四度 風球下落之後又再翻斗一號風球 不過好像又打不醒 與此同時想看今天凍樹的情況 初步看 跟山竹比都有些距離 可能大家有些經驗 剛剛沿途來的時間 都見到很多樹 都已經斬開了 處理了一些難路的凍樹 來這個位置之前 不如一邊跑著去 講講怎樣去到 剛才我身處的蕭蕭場位置 我就選擇了在荃灣 兆和街搭小巴上來這個波羅伯 下車之後 就要斜路一直向上走就是了 一直向上走的時間 都見到有些嵌樹 不過都被處理了 算是這樣的 一條路領回了 走到車 當你看見水塘的時間 直往過去 有條三叉路 左手邊是小山徑 直去是大路 右手邊是落山 直去都OK的 不過通常來到這個位置 我都會選擇 左手邊是小山徑 一穿出去 就是蕭蕭場的位置 就是我身處這個位置 大約一公里多的距離 來到蕭蕭場的位置 城門蕭蕭場 由石油間到石油間 之後 我們轉左手邊 上浸山 過去煮霸 一路跑了的時間 聊聊天 熱情還熱情 但行山安全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當我在日本的時間 聽見香港是有十號風球 急不及待第一件事 出個報告 提提大家 真的不用這麼急 安全的情況下 才上山 大家都OK的 2號 只是有小部份的朋友 好天之下 才上山 到3號 星期日 風球下了之後 大家就一波風地上山 有四五百個燈 未數實數 應該有這個數 最多的粗力看 應該是太平山扯旗山那邊 剛剛剛才鑿橋這個位置 前面有個牌坊 那個牌坊就是 這個水塘的紀念碑 就是告訴大家 一九幾多年起 我們沿著這個大壩 直去之後 就有個上山的位置 那個位置 就是正式上去這個針山 我們所說的針草帽 正式起步的位置 來到這個位置 如果你們去玩比賽 例如玩艾行者 麻煩守規則 右手邊上 而我們純粹是行山 沒什麼所謂的 左手給你投胎級 就直接上去 入山的位置 上山徑的位置 上來是這樣的 守規則的朋友 就是這裏 走這裏 走這裏 然後我們轉個彎 就來到這個位置 麥麗浩經七段的起步位 就是這裏 正式上去浸山 之前給大家看的地圖 大家看看 我們走這段針草帽 其實是走兩點 很近的 其中前段 第七段 六點幾公里 由這個城門水塘 這個位置 各在這裏 大概是燒烤床 開始計算 因為燒烤床 是第六段的終點位置 走一段大坡的位置 來到這裏 然後我們會 上針山 然後到一個鵬位 然後再上草山 下圓礦鵬 這段完的了 藍色就是下一段 流景的八段 為圓礦鵬起步 一路走一路聊聊天 這裏快不到去哪裏 OK 其實呢 看見第一天上山的朋友 我就發現原來我的 三十斤的功率 都真的有些用 大部份的朋友 都是跟著那幾條路線走的 例如太平山、西高山、奇力山 OK 一條 另外就是東山那邊 大路山那邊 都有幾天朋友 一起走那邊的路線 這就證明 其實 對一些 未必很想 刻意的規劃路線的朋友來計算 因為有些幫助的 所以要盡快 走到三十個 而我有一筆針草帽 是應該以為這三十個出現的 看見入山後的第一輪錶距柱 雖然我經常說 但是這條片都要說 我們會沿著麥麗浩徑走 M是麥麗浩徑 126是這個段數 每500米左右的距離 一支牌 即是下一支 我們會見到127 這裏是麥麗浩徑的七段 而這個就是 六位座標的方格網的位置 說起方格網 如果你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真的要上學 學一下 又或者反過來說 有朋友玩白燈的時候 他問我 那個位置是否山頂 即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那裏打卡可以嗎 其實這個活動本身 最原始的構思 是沒有任何資料給大家 其實已經給了很多資料給大家 就是去山頂打卡 其實大家應該是要懂得 在地圖上 看得到誰是山頂 而不是問人家誰是山頂 或者其他活動是這樣的 但我不是想這個活動是這樣的 那當然啦 之後有很多同學很有心 放了很多位置 那我也分享了出來給大家 其實大家是可以去參考的 但是 那個方向上的遊戲 活動 是希望大家自己去看地圖 去確定位置 而去打卡 這是我的初心 OK 是想這樣玩的 而最近又有些行山意外發生了 斷斷續續都有 大概是說身處位置 其實我覺得 怎樣可以反應給人聽 你遇到意外的時間 你身處的位置在哪裡去求救 是很重要的 其次就是怎樣在那段時間 去野外求生 那這些其實是 基本的求生技能 或者知識來的 那我經常覺得 就說 等於我們行山教練 或者朋友說 行山沒有什麼門檻 你不記得穿鞋就行得 穿鞋就行得 但是有時候 並不於此 有時候 應該要理解多些 風和日麗 沒事就沒事 有時的時間 真的可以很大劑 所以 不要給自己 有一個意外發生的機會 不是幫自己賣廣告 雖然我會有早班 但是 你都是那句 無論你報哪個學都好 多少行山知識 是需要的 而這段時間我都在想 除了山藝班的分享之外 有什麼途徑可以令到大家 在山上 那個概念 求生意識 或者是 基本的東西 我這麼說 會強一點 而吸引到大家 去接觸的呢 其實我應該要知道的 我在片裏面 其實都說過了 但還是那句 他不會過過過過的那些片 而且有些人會覺得悶 就是 怎樣可以組織到 令到大家 願意一起去理解多些 就是你可以在山上 知道什麼時候進去 真的有事的時候 告訴別人 你什麼時候 身處什麼位置 是救回你一命 真是很緊要 亦都散卻了很多救你的人的時間 或者是危險性減低 何樂而不為呢 正如我之前所說 在過程中 認識多些山藝 真是一件好事 好了 為什麼這麼扯氣呢 因為這條路很斜 很狠 給大家看看 希望啦 是這麼扯上去的樓梯級 針山是出名的 什麼 占 急扯人 之後來到這個平門 這個位置 頂 頂 雙道來計 左手給我一些山徑 左手給我一些山徑 左手給我一些肥仔隻的山徑 在城門水塘裡面 而來這個位置 相對平門一點點 一段讓你跑一下 為什麼這麼扯呢 因為說了 我只有三個多小時的時間 這條針草 每天還要找 四方三條路給大家看看 時間很趕 如果趕不及呢 我就可能只是拍針草就算了 輕鬆一點 亦都順便當是給大家多個選擇 即是如果針草要撤退的時候 是怎樣走法 去到看時間再決定 上一段仔之後又再下回 上山的旅段 這段很有的樓梯級 不會太長的距離 接著又接回橫山景 拍多一點打風角的山景給大家看看 又真的感覺沒什麼大的分別 這裏也都很自主望 也都不像有些很強烈的嵌樹 或者這件不太吃風 想分享些什麼給大家 剛才沒有電話說說一下 所以一鏡頭一轉已經來到針山的 這個旺見針山的位置 其實想說針草帽 其實針山是最矮的 但你的攀升幅度是最高的 如果你是玩比賽 又是長途來到這裏 無論是HK100 或者是藝衡者 設計在這個位置 跟它拼命 因為以為很短 但實際攀升幅度是高的 還有大型長途比賽來到這裏 一般一定是理數打了底 捱過去去到草山 才慢慢跟它拼命 針山的路段 尤其是這段 咬著上就可以了 高手也是捱著上去 沒有人跟它拼命 千萬不要做傻事 好了 上針山 一路晚上越針山 經常聊聊天 剛才說了 打風過後 這段嵌樹不算太厲害 但其實在這兩天 即是剛剛結束了9月3日 人們上載成績的時間 很多朋友是 上載成績之餘 他們分享了 行山的過程 一些嵌樹的位置給我們 如果活動開車的時間 都會有這些有心人 所以開車的時間 其實我設了一個 Facebook的群組 希望大家可以 互相幫忙 行山的過程 也看到一些嵌樹風路的位置 儘管在群組裡 分享出來 不是我們不做事 因為呢 其實除了我之外 還有兩個助手 是幫我處理一些紀錄上面的事情 最初大家 那團火太厲害了 一下子很多資訊 我們處理不及的 尤其是這類的資訊 如果大家有心的 幫幫忙 在這個Facebook群組裡 分享出去 提提大家 做一些準備 都是件好事 你告訴我 只是想我分享給大家 走多一步 幫忙 在群組裡 幫我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留意一下 差不多到山頂了 看回我們的左邊 大霧山 看似針草墓很近 實質 看到這個距離嗎 十幾公里 好了 上到來 針山 沒有幾錯的 532 條路好像鋪過 不太確定 應該是 牌子一定換了 表高處都被人誘過 沒錯 532 有幾個行山的朋友上來 我不坐在這裡休息了 在這裡打完卡 完成了我 2023至2024 八燈裡 正是第一燈之後 下山了 想說一下 為甚麼都扯起來 好像天陰陰 實質 剛才上山的時間 是非常之熱的 現在是1號風球 那 我想提大家是甚麼呢 其實昨天也是非常之熱的 但大家的那條路更加之熱 沒有問題 如果平時這麼熱的天天 走開山就繼續去 習慣了 就像我們這些 曬到乾了 但如果你不習慣 真是忍忍先 山上在座活動 一年流流長 真是不要太心急 不要太心急 那些朋友在這裏 討論到二次騰騰的時間 這個工上去 不是個個頂一順 而大家很心急 去啟動這個活動 其實都想提提大家 因為這個問題 是不斷有朋友問 去到現在 其實由7月15號 正式開始報名 報名之前 一個星期左右 開始出一些資料 到現在 兩個月都未來 其實依然都有朋友問 很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例如怎樣計劃完成時間 即是我再說一次 不是你早啟動就是OK的 哪怕你去到 下年的10月才要玩 不是下年10月不行 完了 下年7月才要玩 你在這個7月裡完成的話 其實都是計劃你30日 並不是說在2023年的9月1號 就是計算 所以並不需要太過心急 尤其是 我身邊有些朋友很聰明 就是他們的組隊 因為之前我 有新的玩意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組隊 我們在這裏 留著朋友去組隊玩的時間 都畢弱如同聽到聲音 我沒想到這麼早去走 即是我會走 我不會卡進去裡面 正式開始啟動的時候 我會等天涼的時間 儲存一次過 好閒的時間 才再做好些的日子 做短些的時間 那這些就是懂得玩 說下白燈 又拍下路況 這些坐針單 其實好天的時間 慢慢咬 就算是初階 和流通問題 但如果下雨濕滑的時間 這段的落山路段 都有點難處理 都是那句 即是你如果是新手的朋友 選一些乾爽清涼的天氣 才上山 就一定沒有壞的 下雨濕濕的日子 先躲一躲 在家裡做一下功課 先躲一下路線 落回來直升機坪的位置 針山完了 去到草山段 來到這個位置 差不多大埔飛的路段 都是石屎路 這個時間才賺少少時間 無論是藝衡也好 香港的路段也好 跑得到的要跑 跑不到這個急行 如果不是的 你就會測試 雖然是石屎斜路 但不代表要跑足全程 因為有上車的路段 還要和大家聊聊 剛才由波羅伯 起步 去到直升機坪 即下了針山的位置 我和大家說針山完了 去草山的位置 大概是4K左右 粗略計 4.16公里 你當我走了4分1公里 如果針草帽來計 我覺得這段是金的 因為它的攀升多 縮得短短的距離 相對的草山行也可以 跑也可以 急行也可以 大墓山雖然高 但是它將整件事放闊 基本上是有能力 可以跑去也可以 所以那段是最金的了 正如剛才所說 千萬不要打算在那段 和它拼命 是愚蠢的 因為我試過 乃過野 很深刻 好了 這段路 已經多了些少 被修割過的 蘭老鼠 很快便 老實說 昨天才剛打完風 今天已經通過了 真心說算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風 真的大家 相關的部門 是很有準備 我是讚的 這個風球的處理 爛了一下水 今早搭車的時間 聽見一些維園家叔 說不用這麼早打風 又停了市場 不知道是不是很大手交易 又很多事情停了 其實那天還很好天 說真句 沒事沒有人 是馬後跑 有事有關的時間 又說他做得不好 永遠在外面 指手滑腳的那些 是最厲害的 其實經一事長一致 上次山竹的影響 這次高度戒備少 真心的我覺得 真是無可後悔 你問我 我是給他一個讚的 那你難道又是 殺到埋伸司做事嗎 不應該是這樣 起碼叫山徑都不同了 我記得我在片裏講過 山竹之後 其實我第二天 立刻已經上了山 那個情況哪裏是這樣的 慘不忍道 整個路前面 全都撐住了 現在兩天之後 應該這樣說 對比回 之後呢 我還要上山 兩天之後 三天之後 一個禮拜之後 那些路還要撐住 山友就知道 有走過山的朋友 那段時間 哪裏好像這樣 前面 全都撐住了 別傻了 人家真的有做的事 我覺得這次是處理得不錯的 走一走一走 來到這個撤退位置 往沙田市鎮 這裏直對回去 可以去火炭的方向 一條很棒的撤退路線 如果你只走完針山想走的話 在這裏走 我相信大概半個小時 就可以下山了 那當然你繼續下去的時間 就沿著這裏林路走 好了 走了5.3公里左右 第一棵南路的市 不可以不用理會 我們不是向左邊 走的左手邊 是去城門水塘的方向 我們上草山 遠方要上山的方向 右手邊上 好了 又看到那些被人斬了過來的樹 放在路邊 這波浪得誇張少少少了 應該都擋了路 不過被人斬了這樣 看到這段路的感覺 就有些少像當年的山竹 好 又來到一個重要的分岔路口 左手邊都是往城門水塘的 城門水塘是臨境來的 可以回到原礦亞的方向 上草山嗎 要走右手邊 繼續上車 繼續上頂 一路沿著斜路上 沒什麼特別的情況之下 來到這個M134 134什麼特別呢 這條分枝路 想瞄上給大家聽的 想高一點點 有一個轉角位 在我們上來的時間 右手邊 外出一片草坯 因為草坯直走去 就是X石的位置 草山上的X石 片我拍過也有兩三條 相關的 X石其實真心說沒什麼特別的 聽前輩說 其實都不是什麼奇蹟 只不過是當年做工程的時間 但那邊試了電鋸 彈用交叉 就是指於此 不是什麼奇蹟 不是雷劈出來的 應該是 我也相信 但是那裡空曠漂亮的 尤其是秋涼之天 那裡看的天色都是漂亮的 值得過去走一下 但我們目標為本 就直接上草山 還有計畫得有點變 現在走到四點三個字 上了大霧山不是什麼大問題 大霧山走一落山 那間五月一號巴士 一小時一班車 如果我趕不及的話 就要等很久 今天剛剛回到香港的第二天 都想回家和媽媽吃頓飯 在這個 出發日本之前就是五湖的比賽 一直都在看五湖的東西 所以都沒什麼時間回家吃飯 所以用我在鏡頭前 扮一下孝順仔 今天卡路線 去到這個草山 就下回盛門水塘了 大放心 不會走冤枉路的 之後上去大霧山 條路都是順的 都是會去到四方山給大家看看 都不會堅困出來的 今天就簡單點 去到草山就是下班 上去的位置 看到左手邊 有一個停寫著 十周年胡龜亭 想多一點點 就是草山的了 然後下山的了 好了 差不多到頂了 下山的方向 繼續 默奈浩徑 就是左手邊 是在圓礦下 看一看 我等下你到這裏 藝衡者 都在這裏走的了 但都想高一點點 去到山頂位置 草山真正的頂 上這個位置 會見到上來的方向 右手邊有夠草山的石 647 這裏是否最高呢 不是的 在我們上來的位置 左手邊 是有個標高柱的 不過 你在這裏打卡 我是不會說你不可以的 至於這裏和標高柱最高位置 有沒有20米呢 我不敢包 也都沒有需要去量 20米只是一個基礎而已 差了一點點 沒問題啦 反而面上的路 可以給大家知道 更好 這個直落其實是回到大埔的方向 可以從這裏上來的 不過今天就介紹到這裏 我們上去草山的三角門7站 剛剛在石的對面 有能力的來 就過去了 如果覺得是 這裏上去的 這裏上去的 都夠被的 那裏打卡 都當你是 好了 來到我自己本人 100燈裏面的第二燈 草山 好 這個位置 上去要爬小石 就像剛才說 上到這裏才過來 如果不是 在下面那裏打卡 已經可以了 好了 下來了 我們沿著沿礦 爬個方向下山 我想提提大家 我們的活動 是登頂 不是Q彪 這裏上去 有一點點 就算你不在外面打卡 你來到這裏 拍照打卡 都已經可以了 未必一定要爬上去的 真是很新手的 才安全地爬上去 好 好了 剛才指示範 去沿礦 有個方向下山走 那條路是這樣的 前半段 方向下山走 這裏下這段 草山路段 給大家看一看 趨水 之前有朋友問過 我說有些 其實資訊上 都出了電話給大家 但可能大家未必 接收得及 或者是 好 好啦 一落落這段草山路段 的時間 又聊聊天 跟一些白燈的問題 有朋友問到我 就是說 剛才說得半 就是說 組隊成隊 跟個人有什麼分別 其實我是沒有底足 沒有分別的 整個活動都是一個個人的活動 個人的成績 個人的記錄 只不過就是我希望 整件事豐富一點 如果大家是抽得到腳的話 可以四個人做一個隊伍 又將成績的總和做一個計算 也並不等於 你整個行山的過程裏面 是需要四個人一齊走完 一百座山 齊上齊落 不需要這樣 純粹希望有個 互相的推動力 大家看著這件事 不要走走走走 熱情過後 便宜到一邊算數 只於此 就是說希望你有四個朋友 一起做一隊的時間 可以有些目標 和大家互相推動一下 互相逼迫一下 就是這麼簡單 和你個人的成績 個人的排名 而沒有抵觸的 繼續都是重山路 抗咬的鏡群 都是不是有特級 終於見到 真的擋了我們的樹 連根拔是這隻 我們在後面 走到背後有一棵連根拔起的 好了 接上來林徑 右邊大埔方向 都是撤退路線 全城市路的撤退路線 我記得上次山竹 就是走那段路了 小小吹小的分享 上次山竹過後 我就在荃灣走去大埔 有些山路是直接隔著的 到最終我選擇了這段路 就回到大埔 大概是松仔園那邊的方向 慘不引導 是慘不引導的這段路 而在大埔道 基本上這條路是封了的 我未試過在一條封了的大埔道 還有未試過在一條封了的 全錦公路那裡跑步 山竹就給了我一次這樣的機會 這些機會就不要再來了 大概五點鐘左右 來到懸礦牛 這裡有水機 有整個五步 一個我就不太信任過他 現在基本上我來都會有水 我就已經信任這個位置 有廁所可以給你擦一擦面 喜歡的繼續上去大帽山的方向 我就決定放棄了今天 如果想撤退去兩個位置可以走 左手邊的是城門水塘坑 右手邊就是落到碗堯大埔 切出來計算 右手邊落到大埔是最近最快 遠處位瞬驚走 好了 沿著臨徑起起伏伏的來到這個位置 首屬面了 物理好徑七段 最後一個回合 這個回合我都好像是第一次 無論如何 不要緊 是不是很攻略呢 我想都是把這兩個山抽出來 十幾公里走兩個山 對很多朋友來說 可能覺得未必發算 走不走 是不是給你三十個基本的山裏 你自己想吧 我忘了走一條小折徑 走這個斜路 OK 那就是大巴的位置 出門成門水塘 之後可以選擇 走山徑落到尼木樹 或者是去菠蘿巴坐小巴也可以 不去菠蘿巴的話 可以選擇在這裏 直接落到尼木樹 應用這個位置 有一個被人塗壓的電箱 這裏是樓梯級 基本上沿著樓梯級 直落再落斜路 就是落到尼木樹 下樓梯級之後 不要再直退了 這裏好像不知上村還是什麼村 我們沿著斜路下樓 左邊不是不能下樓 但會經過很多村屋 會有狗 位置都能下樓 上什麼村 原來是上一村 我已經忘記了 我們沿著上一村 沿著斜路直落 下斜路不跑了 很累 個人不在狀態 可能剛剛上完富士山 回來周居路 感覺很累 感覺 這裏直落就是尼木樹 今天剛才我想 一邊走一邊掙扎 究竟十幾公里走兩個山 算不算攻略呢 放不放下去呢 人時當自己走一山算 不然大家會覺得 哇 搞錯 十幾公里走兩座山 好像很化算 但我想深一層 其實都應該要放下去 因為針山草山 是真的有代表性的 你不能碎了三十個山仔 之後 一些很標誌性的山列沒有在 我又覺得好像差一點 那今天我沒有上到大木山 就當這是撤退路線 而坦白說 完礦礦之後的路段 其實都是一些不難走的郊遊境路段 那你表面上十幾公里 其實當完礦礦已經下班 只不過慢慢走下去 只不過是下落車站的一段路 那你心態上會覺得舒服一點 沒有那麼洩 很多人都是自己哄自己的 但是草山和針山都是有代表性的 算了 決定放下去這個三十公里 裡面有他們的存在 那最多下一次一條路線 走多兩個山保安數 一路走著車路的時間 給一個溫馨提示 有關香港百登活動上面 一些補充 其實大會很靠電郵 和Facebook專頁 去發放信息給大家 即是一些共同的信息 我們很難一對一 全部都用WhatsApp去處理 但是如果你不去 來留意信箱 或者確保信箱 收得到訊息 又或者沒有去定時 看看大會的專頁 那其實可能會失去一些 我們想知道的訊息 例如我們很強調 在活動開始之前 是希望大家看了這個活動指引 看到這個藍色的水母指示 不要再直去 直去到石裏的方向 軟著右手邊 去梨木樹的方向 我們很靠電郵 和Facebook專頁 去發放一些資訊給大家 如果大家沒有留意的話 其實可能會失去一些很重要的訊息 剛才說過 我們會有一個活動的指引給大家 其實這段時間大家問的很多問題 很多在活動指引裡面 其實都有提及過 我們在這段時間 為甚麼這麼遲才出過活動指引 就是希望累積了大家一些問題 我們以為可以發放了 大家都應該清楚 原來都還有疑問的地方 在裡面再梅述都很遲 所以在活動正式開始之前 才會發放這個活動的指引 希望大家在出發之前 都抽少時間去看看 好像很長一樣 但是如果太過簡短 又怕有些事情要你們知道 大家又不知道 而我都明白太過長 有些人可能忘記都不想看 但是總括來說 都是需要大家玩之前知道的事情 抽少時間給我 去令到大家知道活動怎麼玩 很多你們問的問題 其實在裡面已經有答案了 好了 轉向這個灣直下去 就是梅木樹 不去到底 下面有很多巴士 出回去 葵方站、葵興站 去全灣都有 等一下保護鏡頭給大家 爛入一下以後拍下 這條三十燈的攻略 希望幫到很多新手的朋友 而事實上剛剛在9月3號起步的第一天 很多交上來的打卡上 都是那幾條的攻略路線 證明都是幫到大家一手的 希望大家這個活動玩得開心 如果你還沒報名的 在9月8號和9號 我會有一個優先派發 第二階段的號碼布給大家 我給大家玩著先 趁這個時間 這條片出的時間 應該是還講得及的 拿著號碼布玩著先 選手包在首日未再報給大家 上一班朋友一起參與 有一個共同話題 大家互相推動 看看誰最發言成一發座山 那就要報名參與我這個香港發燈的活動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短片和我的活動 記得訂閱、分享和報名 下條片再見 拜拜